飛機抵達載的是大家嚴謹期盼的疫苗 64萬劑自購AZ疫苗 17號下午抵達台灣 還有另外一批在路上 行政影片講述真超 臉書分享疫苗在美國亞特蘭大上飛機的情況 是108萬劑的莫德納 預計晚間10點多抵達台灣 兩批加總一天172萬劑疫苗抵台 配送莫德納疫苗 在7月9號之前 以接種第一劑的莫德納疫苗 以間隔10週以上75歲以上的長者 另外其實也有包括原住民的身份 是65歲以上的 那都可以接種第二劑的莫德納疫苗 至於BNT疫苗優先提供校園接種之外 也將擴大提供第9類的疫苗使用 目前有1457萬人上網登記接種疫苗的意願 其中選擇BNT的有402萬 BNT的部分 目前就是給65歲以上 還有第9類40歲以上 還有18到22歲的這個都是打第一劑 那另外如果有多剩下的話 我們就會一一年齡層 就從第9類的40歲往下開 當然如果40歲以下都開完之後 就是如果第9類都開完之後 就再來就是會朝64歲這個年紀再往下開 指揮中心表示18號起配送第一批78萬劑的BNT到各縣市衛生局 各縣市也會提供校園接種一週使用量進行精算 此後才能夠評估第9輪的BNT開放實際人數 如果有剩餘從第9類未滿40歲者往下開放 TBS新聞綜合報導 請訂閱按讚分享TBS News頻道並開啟小鈴鐺 也請用手機下載TBS新聞APP隨時掌握國內外達事